没有过不去的事,只有过不去的心,记忆也许会继续存在,但伤痛却可以忘怀,就像身上的疤痕一样,虽然在刚受伤的时候会流血,痛楚万分,但是时间过了,痛就会消失。 留下的只是疤痕,人在学习中长大,在失败中成长,往往过程与经历,会让你更加坚强,光明与勇敢,看他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不够,有时候不妨安静下来,调整心态,感恩生活,珍惜生命,做人处事,尽量不计较,不攀比, 胸怀大志,光明,慈悲与正义,心存满足心,感恩心,慈悲心,善计医社义务执行主席,拿多斯里卓顺发太平绅士,与您分享。